刚刚从美国旅游回来 不吹也不黑 说几句肺腑之言 去是打工去的 回来是空手回来的 然后现在呢 在这个街头啊 发现了美国那边的城市啊 建设真的还不如我们国内的一些城市 你看这边到处是高楼大厦 美国除了纽约和洛杉矶有那么几栋高楼 真的没有其他高楼了 就是大部分是那种自建房 虽然看起来是那种 啊 舒服啊 但是呢 不用交物业费 不用交管理费 当然自然是一个问题 你看看 现在在这边街头啊 大家的生活啊 非常的惬意 安居乐业 但是在美国那边呢 街头啊 很多流浪汉 很多人刚开始不相信 流浪汉哪里来的 我告诉你 很多有美国梦 不管是咱们中国的有很多人想跑出去 去看看美国打工啊 赚钱啊 赚美元了 实际上过去之后才发现那边的美元真的难赚 因为美国那边的一个就业环境 其实是比较不稳定的 主要还是因为语言问题 你如果语言不行的话 就算你正常签证过去 你只能在华人老板底下打黑工 打工的话 一个月刷牌子洗碗也才900美元 以前的3000多美元 那是过去式了 现在老板 他们疯狂的压葬你的工资 所以很多人过去之后 慢慢的找不到工作 也没回来 路费就只能慢慢的 沦落成那种流浪汉了 流浪汉里面有很多国的人 就比如说像墨西哥是最多的 那边大部分是黑人 我现在这个街头 你可以看到这么多的高楼 这么高楼多大 在美国那边很少见到的 说实话 美国那边呢 还不如我们 国内的三四线城市 因为美国就像一个贫民窟 就像一个大农村 非常落后 因为美国城市建设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建工完成了 大部分的基础设施已经做好了 导致现在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 年久失修 所以马路上啊 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 地上的洞啊 下水管道啊 那个红绿灯呢 都已经长年失修了 所以有些地方都是摆设 除了一些市中心比较繁华的地方 还有像那些加州啊 硅谷啊 还有那个纽约 洛杉矶这些城市啊 稍微发达一点 其他地方 真的很普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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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不要再有美国梦了 跑出去的时候 你不一定能回来呢 主要还是因为你没有陆飞回来了 到那边去 什么成本都很高的 吃饭 住宿什么都很贵的 在美国那边都是以美元计算的 你看咱们这个街头啊 地面上非常的干净 整洁 在美国夜晚是不敢出来的 哪像在咱们大中国治安这么好 是不是 这得益于这些年的扫黑除恶的效果 让那些小混混都已经 直途蜜蜜蜂 这个迷途吃蜂啊 然后就改写官阵了 该做保安的做保安去了 该做那个 呃 就是呃 比如说 各种各样的工作都有嘛 他们已经回归到正常生活了 他在美国那边网上呢 是有帮派性质的 网上 都是各种团体 因为美国那边是合法持有那个什么什么东西的 所以呢 在美国街头啊 你在 呃 遇到警察的时候啊 必须不能双 就是你不能双手啊 就是放到背后去 要不然就被别人误会了 所以在美国那边呢 有经常弄个什么 各种事件 那种事件 还是因为一个文化的一个差异性吧 是不是 到那边去你文化差异不到位 语言沟通不行的话 那只能做一些最基本的一些 苦力 甚至连苦力都没你的做 所以在美国那边大部分的一些人的语言不行了 上班赚不到钱 那就只能去摆地摊 在美国摆地摊确实能赚到钱 但是花的成本非常高啊 因为美国那边的像那种 城市里的房子便宜 但是农村那种那种自建房很贵的 他们那种属于别墅富人的房子吧 虽然美国人有车 但是 主要是因为他们的 交通出行不方便 你看在咱们大中国啊 在马路边到处都是出租车啊 到处都是低市 在美国虽然也能叫网约车 也有移动支付 但是没那么普及 点外卖也没那么方便 比如说咱们现在选择这个里面购买一个东西 在家里点外卖就可以到家 但在美国那边是不可能的 没那么普及 很多东西啊 可能要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才能送过来 到时候口感 味道都变了 对不对 这是美国的一些情况 所以大家不要再做美国梦了 虽然美国那边确实啊 装的多 但花的也多 成本太高了 很多人都是 打工去的 带点积蓄 倾家当场过去的 就是把所有东西变卖了过去 回来之后发现没有自己容身之处了 因为那边钱都花的差不多了 对此之间的一个美国 你们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去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上 拜拜